恋爱三部曲 热恋的时候,往往是最血气方刚,通常情侣们都会不顾一切的爱得死去活来,甚至放弃事业或家庭,然后认为自己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烈的爱情,但是当热情已过,就此情不在,甚至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听家人或朋友的劝告。 当热恋过后,两个人的感情开始步入了成熟的阶段,在这个阶段里,女人往往是变得最多的人,因为女人会开始想象未来,开始为钱而烦恼,以前男友买花送礼物,会开心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,但是在这个阶段里,女人会变得比较实际,甚至开始斤斤计较。 成熟阶段过后,就是步入教堂的时候,假如你不打算结婚的话,感情太久,没有了化学作用,就注定game over。 而结了婚的男男女女,会经常为了钱而吵架,甚至是为了两个家庭的长辈而争论。 新婚的时候,站上风的,往往是女人。 可是,当有了小孩以后,男人就是皇帝,甚至是孩子王,每天下班持规,借口就是要加班,其实是跟一般朋友去喝茶,看足球。 这段时间的男人,通常最容易出轨,因为家里有为罗里啰嗦的黄脸婆,还有一般吵吵闹闹的孩子,回家渐渐变成了男人的负担,或逃避的地方。 女人因为老公时常执规,而疑心生暗鬼,久而久之,就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,搞得孩子们的心理不平衡,难怪现在小孩的自杀几率和离婚几率提高了很多。 爱,在热恋的情侣,希望你们想好好来,不要因为意识冲动而做错事。 朋友,希望你们幸福。